第一个是classical signature facial 这个classical European facial是最基本的 那一般是design给一些年轻小姑娘 比如说她们过来需要basically保养 增加一些水分去一些角质膜 然后给你balance一下ph值 然后第二个facial是team facial team facial一般design的是给年轻小孩子 比如说她们有一些青春痘 我们主要做的就是给她们deep cleaning皮肤 然后去一下死皮 矫正一下她的角质纹 然后这个青春痘一般以前呢 我们这个接青春痘的年轻的小孩子是在15岁以上 可是现在我们开始接的这小孩子都是10 有最年轻的一个是10岁的小孩子就长青春痘了 就是这一点你可以看到人的这个体制和这个生活style是在改变的 signature facial是我们spa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facial 这个facial是我们自己design的 那我们会根据客人的这个皮肤需求 我们会给你做一些去角质层 还有给你增加一些营养成分 大部分来做这个service的都是一个我叫双植妈妈 就是又要这个full time的工作 还要支持自己保护就是support自己的family 那她们呢就都会有很多stress 那在这个facial里边呢我们除了调理她的皮肤之外 我们还coordinated with很多massage 比如说包括她的这个胸部啊跟这个shoulder neck and face massage 那这个最主要是在她们因为时间上比较对她们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她们来span一个半小时可以得到皮肤又可以皮肤的保养 然后呢又可以得到relax 所以这个package是我们一般呢 中国人嘛就是说购买量最大的一个 Gentle package是多少钱 package的regular是90分钟90块钱 package是80 就每一次给你便宜10块钱 然后是每个package是10次 那这个就是说很基本的一个保养嘛 就是说人来了以后我们没有很多机器在里面 最主要就是一个手工 因为也有很多人对这个除了做facial保护皮肤之外呢 她也需要一些relaxation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create这个facial Gentleman facial呢是大家一听就是男生的 男生没有啊 对啊 男生Gentleman facial我们这个呢最主要是因为男生 寒毛孔粗皮肤皮脂油脂比较厚 所以呢我们做的是低层的寒毛孔 这个低层的护理 然后去一些角质层角质膜 那这些呢就是说从在我们用一种不同的这个product 跟着这个sting 然后我们可以把你的寒毛孔可以即时的打开 打开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做这个去这个角质 去这个black hat 我们还有一种特殊的一个tool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black hat清洗得又快还有干净 做完之后呢你会感觉你的皮肤我们叫very fresh 这是给男生的一种就感觉比较fresh 是不是很you know很thigger and oily type of the skin 所以做完之后都是帅哥 做完以后全都是帅哥 一出门的小姑娘都会盯着你看 他说几八能不能他们说现在 Base recognition 对 我们不买那个我们就是七就好了 就是七就好了 对对对 然后下一个呢是Michael Germer Beration 它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机器 通过这个Crystal Potter 就是水银粉水光粉 那叫Crystal Potter 怎么说中文 就是它是通水晶粉 对 它是通过这个水晶粉 然后去sending down your skin 这个呢是design给那些油性皮肤的长青春痘的 或者有一些青春痘疤痕的这些客人 那用这个机器呢它是可以帮你去皱纹去去黑斑 然后去你的这个痕迹青春痘的痕迹 会让你的皮肤呢达到一种效果就是说细嫩 这个Fresh 这个Fresh and光泽 这个Fresh and光泽 Hydrogermer Beration是我们另外的一个机器 也是我们比较销量比较大的 那这个的Facial是我们针对一些比如说Sensitive Skin 过敏性皮肤和Mature Skin 那我指的Mature Skin 那我指的Mature Skin 是在45岁以上的Skin 我们可以称为Mature Skin 那它是通过一种Special Water 叫Aqua Water 然后呢通过这个Water去帮你去掉你的死皮 然后做你的蛤毛孔低层的这个清洗 就是它比你用手要清洗的更十倍以上 就是更deep一些 那它给你的这个在你做这个机器同时呢 它也给你增加一些营养成分 比如说包括维他命C啊维他命E这些东西 那做一次这样的Facial 等于你做这个三次面膜在 就是这个机器走完一遍 等于你在家呼三次面膜 所以这个效果也挺好的 一般给客人做完了以后 我给客人做的时候做之前照一张照片做完 就用这一个机器做完以后照一张照片 这个皮肤就不一样了 就能感觉特别的细能 然后Lightning Facial 这个Lightning Facial最主要 这个词语我想大家要一定记住 叫果酸有很多种 但是这个叫Lactic Acid 它是现在目前对这个 Anti-Agent Peel 是最见效的最好的一种Peel 那这个Peel它是从树上提炼出来的 那它就是比较温和 一般的Peel你在做的时候呢 会把你的皮肤的水分给你吸干 因为这是果酸的作用 但是这个Peel呢 它会把水分给你停留在你的皮肤上面 所以你在做这个 在做这个Peel的时候 特别是在Anti-Agent这一方面 因为人年龄大一点的话 你本身的身体的水分不是保护的 不是Continue那么好的 那它在做同样做这个Peel 它又给你flash一下你的这个Skin的同时 它又把这个水分给你留在体内 所以这个对Anti-Agent是最见效最快 还有最fact的一个Facial 一个Peel 你现在就刚好解释了 就是我有的时候 这是做Peel的时候 觉得好干好拉的那种感觉 原来是这样 对原来是你用的产品 所以呢现在Latec Peel 你去看很多SPA都开始用Latec Peel 只用Anti-Agent Skin Care 就是Mature Skin Care上面的 Mature Clientele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Peel了 包括我们还有一个Peel叫TCA Peel TCA Peel呢是属于一种比较综合性的大分子的果酸 那它呢就是非常强势的一种 它就像你拿一小铲把你的皮肤给你铲下来的 所以呢这个键效果键呢是很快 但是它还有很多DUntime 就比如说你做完之后 你的皮肤是变得特别的黑 我是Jennifer 你好你好刚看到你的照片 真是大老板的去 你好你好大家好 啊广州眼 你好你好 你好 叫Raggan Raggan 这个是同行的 罗师傅现在给他装烧 哦 Poke Powe Powe 对对对 Biana你记得了 Hello 然后这个也是Tiger 老Tiger 年轻Tiger 不好意思 哎没关系没关系 然后这个TCA Peel 就是你用你涂上完以后 第二天你的皮肤会变得很黑 第三天你就好像是你的皮肤 Cracking 就是说像一个很干都崩开的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 你就感觉你整个的这个皮肤 就像Shift off一下 就全都掉下来了 就一块一大块大块的往下掉 那一般是在五天 我们这个是有一个星期的DUntime 这一个星期是不允许你出门的 就顶多你可以去一下狗水塞 做在早晨很快 10点以前你要返回房间里面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皮肤是特别特别的细 像个baby skin 但是你它就是很漂亮很好 但是它比较wake 你不能在外面过晒的 这样的话你会更create一些hyperpigmentation 那这个facial design是给那些 就人经常在外面活动啊 就是经常跑步 它会准备很多大块的那种 hyperpigmentation 就是黑斑黑色素 就能用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黑色素给你给你铲除下来 让它的新的皮肤再上来 那它这个呢就是pH值 一般人正常的pH值是4.5到5.5 就是我们很正常的pH值 皮肤的pH值 那这个呢会把你pH值给你bring down to 3.0 当你做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脸cut on fire 我们会用很多的这个fun去train你的 就是fun给你train你的face呀 让它cool down 就是你不容易 让你感觉就是不是那么困难的去接受 但是它呢就是比较强势 但是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像舌头皮一样的 像舌头皮一样的 对对对一款我这边按理来说 我应该给你个照片看一看 我这边有人在做 我有一个照片呢 我可以让你们大概看一眼 诶这个刚才没有saving到 行 你们可以传一下看一看 这个做完以后就是这样的 但是做完爆皮的那种 帅过的 对 爆皮 哇 那我们下一个呢是oxygen face lifting 是 对这个oxygen face lifting 是一种机器 这个机器是我们从韩国进来的这个机器 所以目前呢我们有这个在 那我scape这个anti-aging pill 这anti-aging pill 跟那个latic pill基本上差不多 那我就直接跳到这个jasner pill 刚才我们讲的tca tca是混合型的大分子 jasner是混合型的小分子 都是比较强势的 那它小分子它的作用是什么 去皱纹 那这个去皱纹就是说 因为它分子很小 它可以走的比较deep 走的比较深 那你这个深的深在你深层的时候 它会刺激你的这个胶炎蛋白 让你的胶炎蛋白再生 然后呢你的也也会脱皮的 让你的老去的胶炎蛋白 就force它脱化 然后让新的胶炎蛋白起来 那胶炎蛋白一起生的话呢 那你的皮肤就看上去 比较又滋润又细嫩 那你这个皱纹 就会逐渐逐渐减轻 所以它们两个基本上是一样 这个tca只是一个大分子 就是做你表面的 因为表面有黑皮黑色素 这个小分子是针对你的 这个deep的rinkle 因为你的皱纹不光是上面表层的 皱纹是在下面已经 已经开始有这个皱纹的 它是从每一个层次上面来给你讲的 那现在呢我们从去年 我又大胆的把两个混合加在一起 就是我先做小分子 小分子做一遍 然后我可以做两遍的大分子 就是做在皮肤上面 那这样的话客人见效果 就是他可以见double 他可以见到皱纹也可以起效果 黑斑也可以起效果 那有的人比如说我也想做 但是我没有很多黑斑 但是我皱纹很多 我就可以给他做两层 一次给他做两层的 Jasner 就针对你的黑 针对你的这个rinkle 然后呢一般在女人 在45岁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黑斑的 我再给你加一层TCA上去 那这样的话做出来一般效果 你都会很就客人都会很喜欢的效果是Dramacly的 那皮肤能够接受的量吗 就是这也是看这也是看每个人的皮肤 干性皮肤和过敏性皮肤都要这样做的 一般这个皮肤就是说 调这个PH值 当你的PH值 吻合了 那你再做什么都没有问题的 这个PH值我想跟大家再讲一下 一般我刚才讲的 4.5到5.5是你PH值 如果你要是超过5.5 再往上走过于过于这个减性的话 这些人百分之百都是过敏性皮肤 如果你要长青春痘 经常长青春痘的 你是酸性体质 你才长痘痘 就是你的PH值靠酸性了 为什么要说在skincare里边 最大的一个keyword就是PH值 如果把这个PH值给你bring down 很neutralizer的话 就在4.5在5.5之间 你的window就很大 你可以给它bring to borrower acid 就是说很酸性的 然后你再给它bring到碱性上面 就是你这个shift的比较大一点 你的效果就比较高一些 其实跟身体健康是一样的 PH值 leverage 平均的话是比较健康的 皮肤也是一个道理 对 皮肤也是一个道理 肠胃 胃的PH值 如果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是在6.5到7.5之间 因为它有很多胃酸的 过于的话 那胃酸的话 你会有hard burn 这些东西都是你体质 这皮肤最大的organ 其实它也就是你inside the organ create的皮肤 你比如说小孩子 就是这个在母亲这个肚 开始create baby的时候 咱们只能这样create baby的时候 是先给你这个bone 然后你organ 这个organ才create皮肤的 最后一道工序是这个皮肤 就是你的organ有什么样的issue 它都会附到你的皮肤上面去的 有很多人来了以后 我有黑斑 我要做这个peel 把黑斑都去掉 黑斑有很多种 有太阳斑的 有hormone issue cast的黑斑 还有你labor tossing cast的黑斑 还有一些你老年斑 这些斑都是有各种不同的斑点的 如果要是说你 我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两种peel我都去做 但是我这个黑斑 我要让它全部都去掉 有的黑斑可以 有的不可以 比如说这个labor spot 是从你肝脏里面tossing出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你肝脏你不清洗的话 你外表你再做 它还会排泄出来的 所以这个黑斑 也是看你什么样的黑斑 用什么样的东西去处理它 好了那个peel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 现在没有时间给它了 那我再讲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hard item 然后我们就让这个Zera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eyelash extension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hard item 就是detox 很多人比如说脸有点淤肿 那我们就用淋巴线的排毒方法 给它们做 就是人的瘀肿呢 因为有一些 卡死你的体内排泄 还有一些瘀肿就是说 客人去做的plastic surgery 你这个皮肤是比较 就是说会有一种 就是说瘀血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会帮助你做一些detoxation 那这个detox就是说我们在做之前 也会给你照一些照片 一般做一个你的鱼肿呢 就会减轻很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 就是说我们销量比较大的 那其他的还有很多销量比较好的 那我就想我留给下一次 因为我们的时间问题 你好你好 那下一个呢 那下一个呢 我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 我留给我们的Tierra妹妹 我就再回头来 到时候还有什么东西 你说这个 我现在要跟她要 刚刚你问Message 我们现在要出去一下 等一下 或者我再到时候你给我发 行行好的 好的没问题 嗯嗯行好的 嗯嗯嗯嗯 euh 嗯嗯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